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这次正如陈弟兄介绍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真理、自由与爱 潜谈基督教的认识论与伦理 为什么我会想谈到这个主题呢 实际上是从幕会现场 无论是从网络上接触一些肢体 包括我自己在幕会当中的一些体会 从基督徒的生活到圣经的反思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做神学也好 做基督教性的思考的时候 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 研究一些什么针尖上占几个天使啊 等等这种不现实、不切实际的 基本上一般我们都有两个方向 要么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思考开始 延伸到生活 要不我们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 带来的一些苦恼质疑的时候 我们进入到圣经去寻找答案 所以你说这两个哪个主导更多呢 我觉得是从基督徒的生活现象 带领我进入到圣经里面的反思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可能二卷和三卷的肢体是知道 我之前也谈过辱事到柔和事的基督徒 其实就谈到了简单的中国基督徒当中 一些反制的现象 他们并不是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原理 在过信仰生活 实际上造成他们奇奇怪怪的 看似近前的现象 却又不像基督教的这种现象 这种怪象 用我个人的语言就是 是辱事到事的基督徒 披着基督教的外袍 但是支配他们的灵魂 支配他们的思考 支配他们的伦理 支配他们的价值判断的都是辱事到的那些东西 当然他们可能不是辱学家 不是什么佛教徒 不是道教徒 不是深入研究这些理论的 但是有一些佛教道教等等 这些哲学这些宗教 他对文化当中产生了一种影响 之后带来的结果 文化产物 透过大众的媒体 透过影视剧等等 给我们传递了一些来自辱事到的这些思想 以至影响我们 所以当我说我们辱事到事的基督徒 融合的基督徒的时候 不是说你读过佛经 你读过道家的什么古典书籍等等 而是在我们身边充斥的什么西游记呀 什么任何的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都可能塑造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思考方式 特别是学者们都公认的 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受到辱事到的影响 所以这种批带着文化进入到教会 虽然我们不能摆脱文化 但是又没有经过很好的圣经的学习 带来我们自我文化的批判 反省和更新 以至于既带着那种抵挡圣经的 不符合圣经的文化的元素 又加上基督教的一些术语 一些生活习惯 这样融合在一起的 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畸形的 既不是人又不是神 又不是天使 又不是火星人 这种似是而非的 似不像的这样的基督徒 你说的属灵 看起来好像很属灵 但是仔细一看 跟圣经没有关系 所以这种基督徒生活 带来圣经的反思 继续这个主题 我就想谈一下真理 自由和爱 那谈这个主题 和我讲罗马书 讲基督教要义有关系 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 前一种是如是道 后一种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 从那种反制 现在因为在中国 有一些热心宣扬 宗教改革神学的 改革宗神学的 甚至一些灵派的弟兄姐妹 他们也告白自己是走改革宗路线 一些阿明念主义的 他们认为也自己是改革宗路线 甚至一些这个极端的激进的 近乎重启派的这种所谓的改革宗 他们也致称是自己是改革宗 包括又称为自己是什么 欧禄的 唯唱诗篇的 唯独圣经的 等等奇奇怪怪的都把一些片面的 扭曲的部分的碎片的当做正统 当做全部改革宗神学 更有意思的是 发现这些学乐所谓的 以前是反制 拒绝神学 现在开始学习神学 学习神学了以后 以为自己拥有了真理 反而带来残酷的去评评论断别人 定谁是真假教会 定谁是真假基督徒 真假教会用来反省你自己的教会就可以了 真假基督徒来反省你自己可以了 上帝没有责任 上帝没有给你使命 没有给你这个托付 让你去走遍全天下下去鉴别哪一个教会是真教会 哪一个教会是假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用真理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 好像有真理 却没有爱心 好像有真理 但是他们又没有自由 涉及到没有自由的 比如说什么吃血抽烟 我们基督徒就 如果一个人抽烟的话 就不是真基督徒 一个人喝酒的话 就不是基督徒 赞同吃血的 就不可能是真正基督徒等等 这种各种传统当中带来的一些观念 好像有真理 却没有自由 好像有真理 却没有安心 这种奇怪现象 所以我透过今天 我们亲爱的基督教要义的学员们 这样的见面会的时候 我想浅谈 既然浅谈这个题目很大 不可能全部详细的精准的 全面的去处理 但是作为一个抛转引玉 给大家带来一个提醒 因为和大家学要义 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很多学习基督教要义学完了 甚至没有学完 学了一几节课就变得癫狂了 全天下的基督徒就唯我独尊了 这个看不起 那个看不起 这个不正统 那个不正统 搞错了 绝对搞错了 所以盼望今天的主题 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提醒 能够抛砖引玉 大家深入的思考 在全生活的领域 全基督教信仰的领域里面 不断的作为一个提醒 帮助我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去追求 首先我们来看 既然谈到真理自由和爱 那我们首先来看真理 其实有些东西都常识 那什么是真理呢 不仅是基督徒讲真理 很多哲学家也谈真理 一般公认的哲学圈子里面 定义的真理就是 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实在一致的 注意这个定义 与事实或者实在一致的 也就是说真实的 这个是和英文希腊文翻译真理一样 我们说truth是真理 希腊文里面也是一个单词 它可以翻译成是真实的 也可以翻译成是真理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诚实可以翻译成真实 然后或者是真理 所以一件事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一定是与事实一致的 与事实一致的事实或者是言书 它可以是一个一段话 一个命题 它也可以是个事件 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命题 它是与事实是一致的 实存一致 那事实就是事实 我们发现事实真相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真理 我发现了真理 那当我对一个事实 做出了与事实一致的阐述的时候 那我的言说就成为真理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般领域当中都认可的定义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随着文化宗教各种处境的不同 各个领域学者们之间的定义会出现很多的差异 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公认的 大家都一致赞同的这样的定义 所以我就引用了一个普遍 相对大家可以接受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定义 但是比起这个定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基督教的真理观 基督教里面特别是圣经里面 他如何看待真理呢 首先第一点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首先上帝自己是真理的本体 我们提到了前面一般的定义 事实 接近事实 或者是与事实一致的事实 或者言说 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 所有的真理的源头是出于他 不但如此 他也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不 没有什么事实比上帝更真实的 我们说世人都是虚幻的 人的意念都是虚幻的 人的心思都是虚幻的 这是罗马书一章里面给我们带出的 使徒保罗给我们带出的 人是虚幻的 这已经法把所有堕落后 亚当的后裔都定在十字架上了 已经都被否定了 人都是虚幻的 人是不诚实的 人的思念都变为虚幻的 人在寻找 好像在寻找神 其实都在故意逃离神 敬拜偶像 明明知道神 却故意顽梗背腻 所以神是真实的 人是虚幻的 这是圣经里面定义 上帝是真实真理的本体 他不管是一个命题抽象的一个概念 他是本体 他是位格性的 所以我说神是真理 一切真实真理的 或者是真知识的源头本体 他是真智慧的源头 一切的真知识 真智慧都来自他 如果把神抠除的话 抹除的话 那人就不可能认识真理 更谈不上真实 所以第二 不仅神本身位格的 他是真理的本体 同时上帝的作为和他的言说也是真理 所以作为是事实 言说是涉及到我们一般概念当中 真理 神的话是真理 对不对 他们都是真实的 神的作为没有虚幻 神是真实的 所以他的作为尽都诚实 他的言说 他的所讲的话 出于他的都是真实的 这个两个概念对于基督徒不默示 但是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让大家心里面就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当我们提到基督教的真理观的时候 上帝本身就是真理 延伸出来 他所做的都是真理 都是真实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神的作为 上帝的救赎创造护理 这都是真理 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 他所说的话也是真理 他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 他不出谎言 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 大家学系统神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会处理这样的主题 神学导论的时候 包括启示论的问题 我们如何认识神呢 我们透过上帝的启示 神的作为启示他自己 然后神的言说 包括我们学习新约的时候 有的人说神就是做事 所以透过事实来印证他的言说 然后透过他的言说来诠释他的作为 这是上帝用两种方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系列的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神迹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约翰福音里面 讲了耶稣复活之前的七个事件和七个我事 那讲到他五饼二鱼掰开之后 他就紧接着讲到了 我就是生命的梁 类似这样 实际上生命的梁和他掰开五饼二鱼 这个神迹未保五千人 这样的事件之间不是分离的 约翰故意把他们这么按照文学的格式排列在一起 用耶稣是生命的梁来诠释他做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吃饼得饱嘛 反过来用亲自喂饱人这种事件去印证 他就是真正的带给我们生命饱足的那一位 所以神是真理的本体 他的作为 他的言论都是真理 那如何获得真理呢 我们讨论真理 如何获得真理呢 第一点就是真理之本体的上帝呢 他要自己启示 我们才能够获得真理 无论是神自己 还是神的作为 还是神的话 我们必须透过神的启示 透过上帝的启示 我们知道神的存在 透过神的启示 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那神的启示里面 我们看到他也有言语式的启示和作为式的启示 上帝透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 我们虽然看不见神 他的永能和神性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借着他所造之物 却明明可以晓得 这叫做我们说普通启示 或者说自然启示 自然启示就是上帝创造之功 透过他的作为启示我们 还有就是上帝透过的护理 我们说的历史 仔细观察历史 历史并不是盲目的 偶然的 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方向的 所以上帝在历史当中 如何引导护理人的历史 我们就也可以看见 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 所以护理实际上也是属于一般启示里面 包括我们的良心 上帝造了不管是造了万物 包括我们这个人 我们人本身也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的之一 我们的良心里面烙印了神存在的印记 神的意识良知 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良知的里面 我们虽然没有听过摩西的律法 但是没有律法的人 他的心里面也有判断什么是对什么 是错在了功用 可见神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良心里面 亚当被造的时候已经被赋予这个功能了 所以人的良心深处都知道神的存在 无可否认的事实 这个另一个角度我们说是宗教性 宗教的种子 这是帮助大家回顾意见里的内容 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启示 如果所以这个不是自然 我们被自然主义 被科学主义 被精华论洗脑之后 我们看见的这个自然界 我们用自然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不是单纯的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 而是纯粹的 没有上帝特殊干预的 那种孤立的自然界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是没有任何神前提为前提的 也不在神任何的干预之下 孤立的独自存在的一个自然 我们所中国人严谨的来说 我们中国所教导的那个自然 就是这种自然 没有超自然 没有神 没有邪灵 没有天使 没有灵魂 一切都是物质主义的 物质本身的 纯粹的自然 所以这种孤立的 纯粹的自然 我们这里面说的自然 不是这个自然 因此我们中国人 信耶稣 我刚才谈到自然启示的时候 这个宇宙的自然的时候 你不要把你在教科书上学到 那个纯粹的 不是事实的那种所谓抽象的自然 假设与神无关的那种自然 因为那种自然根本不存在 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假设里面存在 所以那种自然来和我所讲的这种 圣经里所讲的自然 其实是混合是不可以的 混淆是不可以的 所以真理之本体 上帝透过他所创造的世界 透过创造的人的内在的良知 宗教性 透过他在历史当中的护理 他的作为来启示他自己 不仅如此 上帝其实不仅是透过他的作为 他也透过 不仅透过这个自然启示 他还透过超自然的启示 这个我们都知道 读了要义前面的我们也知道 包括读了圣经也知道 上帝用神迹 小玉 借着先知 特别是他的这个 特别的护理救赎 出埃及记事件 包括新约的十字架事件等等 这种透过救赎 透过他这种特殊的作为 来启示他自己 他的供应和良善 还有就是他用小玉嘛 启示嘛 当然救赎的作为里面都是伴随着特殊的启示 没有任何一个救赎 出埃及记的时候 上帝不讲话的时候 不可能完成那个工作 神迹和超自然的作为和言语是并行的 新约也一样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没有预言 预表 这个十字架不是孤立的事件 突然发生 偶然发生的 照着预言 照着旧约圣经上帝所说的 耶稣基督将士 我有没有顺从受死上 上十字架 成就了父所预备的那个旨意吗 所以上帝的启示是透过他的作为 这个作为里面有一般的 创造的作为 护理的作为 特殊的 救赎的作为 然后再也就是他的言说 上帝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 向我们说话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 透过圣经 我们既能够认识到神的属性 神的作为 神的护理 神的言语 所以如果脱离上帝的自我启示 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认识事实和真理的言语 所以我们这里面提到的真理 就包含着这个事实 无论是你对宇宙的起源 历史的发展 包括将来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 这个事实 这个真理的认识 还是圣上帝刻在我们心板上的 那个对错的标准 公义的良知 还是西乃山上颁布的实戒 道德律 还是新约里面 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真理等等 所以若不是借着上帝的启示 真理的本体上帝自己的启示 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所谓的真理 因为真理绝对不是来自我们 真理也不是来自哲学家 真理从来不是从地上出来的 真理是来自真理的上帝 离开真理的上帝不存在所谓的真理 那第二 不仅上帝启示我们 而且更重要的 不能说更重要的 还有就是不可忽视的 就是按照神的行星一样是受造的人的信心 我说人的信心并不是说人能够产生信心 上帝赋予我们这个信心的恩赐 但是信心里面的知 认同 依靠 顺从 这个是人的灵魂的功能 人 人在信 你不能说上帝反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的永生 你说上帝的信 这个就有点矛盾了 这个就肯定是混乱了 所以是我们的信 虽然这个信是上帝的礼物 但是你要信 你不能说你父母的信 或者天使的信 保罗的信 牧师的信 你自己要有信 虽然这个信心不是出于你 但是要经过你的思想 你的意志 你的情感 来信 所以信心在日识论的里面 是作为一个收纳式的器皿 收纳的工具 我们以信心接受神的启示 当上帝将我们宣讲他的作为 当上帝透过圣经 向我们介绍他的属性 他的名字 他的作为 他的话语的时候 他的命令 他的吩咐 他的应许的时候 我们必须借着信心来接纳 来接受神的启示 然后那个客观的真理 就成为我主观的 我灵魂当中所持守的 确信的真理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一定要借着信 却接纳 接受者的真理 否则真理和我是割裂的 虽然在某种层面上 真理和我是不可能割裂的 因为你拒绝真理的人 虽然你把真理定在十字架上 实际上真理还在宣判你 你以为你自由了 就像主耶稣所教导的 你们拒绝我的道 我不审判你们 将来摩西要审判你们 实际上将来就是基督要审判 犹太人他们以为摩西更厉害 他们就拒绝耶稣 但实际上摩西是为耶稣做见证 对不对 摩西也是遥望基督 但是犹太人却因着摩西 却拒绝基督 耶稣说你们不听我的话 我的话不是出于我子 但是有一天我的道要审判你 就是摩西所传的那个道 所以审判你的时候 其实就是人以为人审判了真理 没有什么真理 基督教是虚晃的 都是人编的 都是什么神话的 什么耶稣都是这个 根本不是神的儿子 只不过是罗马兵丁 如何如何 这各种人发挥自己的脑洞大开 用东北话就胡周八脸的去 发明了很多自己编造的神话和小说 结果他们以为去定将真理和事实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岂不知当他们拒绝真理的时候 他们就丧失了真理所带给他们的益处 反而被真理定为有罪 所以信心是与那种悖逆和不信是正好相反的 信心是拥抱真理 接纳真理 信心不是创造真理的器官 机构 信心不是那种功能 信心不是真理的源头 它不可能产生真理 真理也不可能来自信心 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 信心需要接纳神所启示的真理 接受了信而明白 对于信的人就懂 不信的人你越用你的不信去分析 去批判去轻视 越不明白 因为鼠血气的人永远无法明白 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 唯有接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 谦卑的像小孩子 接受因着信原本不明白的 却得以明白 所以信心在认识论上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 真理是圣灵的光照 那信心 我为什么要加上真理的圣灵呢 因为圣灵在我们信仰认识上 它不仅是赐下真理 启示真理 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信心的那位 在认识论上 圣灵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离开圣灵不可能产生信心 离开真理的启示 我们就不可能有真理 离开圣灵的光照 我们也不可能明白和进入真理 尊心真理的能力来自圣灵 所以信心要信靠圣灵 使用圣灵给我们的信心 去信靠圣灵 借着圣灵的光照 让我们去更深入的明白启示 所以如何获得真理呢 借着上帝的启示 借着圣灵的光照 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接受 虚心的去接受 不是抗拒 不是审判真理 是要接受真理 因着接受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 因信得以信 本于信以至于信 信仰寻求理解 那第二 谈到自由 那有真理了 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真理使人得自由 你们就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当人们离弃真理的本体上帝的时候 我是指亚当所代表亚当和他的后裔 包括你和我曾经的光景啊 当人以为自己以为掌握真理的时候 从上帝那里夺去 判断善恶果树该不该吃的 这个真理的事情 的亚当自以为聪明 反而被聪明误 离弃了真理的本体 人就陷入到黑暗 人就没有真理 然后陷入到罪和死亡 咒诅愤怒审判当中 陷入到心智的昏昧当中 罗马书一章里面描述了 亚当的后裔的那种光景 亚当是开始啊 当他决定自己认为 对的事情去做的时候 而这个对又是离开上帝 自己自主的判断 那么他离弃真理的本体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离弃上帝真理的话语 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启蒙运动也好 现代人也好 特别是后现代人 特别强调人的隐私 人的自主 人的个人的权利 人个人的自由的时候 却往往人越发的失去了自由 我们强调的是社会性的自由 不是宗教的和良心上的自由 他们主张往事有社会上自由 所以国家什么别人 要尊重我的自由 然后隐私等等 然后越来越自我 越来越认为自己自由的时候 其实他们陷入了更深的 不自由的里面 那不自由的种类 既然人丧失了自由 不自由的种类 比如说罪 人是没有办法摆脱罪的 虽然一般的人觉得 我又没有作奸犯 我哪有什么罪 社会法可能管不到人的动机 除非你犯了刑事罪的时候 人在判析分析你的罪 定罪的时候 考虑到你的动机 故意还是不故意 但是一般你心里想偷的时候 警察是不会抓你的 因为你还没有造成 实际的犯罪的行为 所以社会的法上的罪 是非常轻的 非常有限的 这里面的罪 不管是指社会上 所以一般的人说 我没有罪 它是指社会上的 那个作奸犯科 实际上如果严格的查考的话 他也不是没有罪 你难道没开过车吗 开了车 你没有超速吗 你没有超过速吗 没有闯过红灯吗 没有等等 做过就有罪 对不对 你们不系安全带 你开车的时候玩手机 什么等等 打电话 是吧 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违背交通法规 这个从社会法的角度 你也是违法或者是犯罪 当然我们说的罪 这个是在上帝的面前 更认真严肃的罪 人犯罪之后亚当和他的后裔都是罪的奴隶 不自由的 没有人能够脱离罪 第二死亡 人一出生之后亚当的后裔必死无遗 出生之后不管你将来混得好赖 死亡一定是你的归宿 没有人不死的 除了少数神的选民 以诺一个 还有以利亚 不见死就被取走了 新约的耶稣也为我们藏了死位 后来也胜过死亡了 人人都有意思 我们撇除那些特殊恩宠 少数的人 绝大部分人都是罪的奴隶 第二审判 死亡也是因为神的审判 死亡是金事 还有一种死是来世的 永世的死 那都是神对罪的咒诅和审判造 吃的日子必定死 宣布了这个命令 吃的那一瞬间他就犯了罪 所以他一定要承受罪 上帝对罪所宣布的审判 咒诅一定会承受那个后果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无知 当人获得这种 再有一种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罪 摆脱死亡 摆脱审判 没有人可以摆脱 还有个无知 你可能努力去修学位 努力去什么读大学 读硕士研究生读博士 但是你所学到的顶多是某一个自然科学 某个什么社会科学 某个心理 什么什么经济 什么科学等等 天文等等 所有宇宇宙 所有宇宙大学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界里面 关乎一些人事物等等的知识 而且那个知识你越学越窄啊 读到博士的时候可能更窄了 所以这个好像拥有了知识 但是同样你在学习的领域之外 还有很多你未知的知识 所以人始终是在知而不知之间啊 当你认为知道什么的时候 你按照你该知道的 你还要不知道的更多啊 那我这里面所讲的无知 是人对神的无知 对自己的无知 就像我们所学的基督教 要第一卷第一章的时候 就谈到了 人要有真正的智慧 必须获得对神 对自己的真知识 否则人就不可能说自己拥有什么智慧啊 不自由 我们有无知的这种不自由啊 被无知所捆绑 因着无知 我们行动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言说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思想都会受限 所以不自由的形式很多啊 现在人活蹦烂跳的 胡周八烈的 亵渎神 讲一些无知的话 狂妄的话 批评人的话 攻击别人的话 以为自己在用自己的自由 其实他们都在受罪死亡的权势的捆绑 甚至受无知的捆绑 以为在任意的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们是不自由的啊 因为是罪的奴隶 无知的瑕疵啊 后面问答的时候 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在具体答啊 那第三 如何获得自由呢 获得自由的方法 就是第一 当然要靠 信靠那位 那位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 若不借着基督耶稣 没有人能够脱离罪 死亡审判的权势 而且基督是真先知 旧约借着圣灵 启示众位先知 就是基督的灵啊 新约里基督亲自作为真理的人格体 来到这个是道 那个罗果死 那个真理 成为肉神 萨克斯 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 行走在地上 那他亲自教导真理 使徒们 继续将耶稣所教导的 去教导给众教会 所以你如果不信靠耶稣基督的话 罪的问题解决不了 死亡的问题解决不了 包括认知的问题 继续效法那为道路 真理生命的耶稣 这个效法不光是道德上模仿 追随耶稣的教导 过他所吩咐我们的生活 凡他所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要去持守遵守 当我们去接受他的教导 听从他的话 我们就不仅脱离了罪 死亡和审判 甚至在今世的时候 我们就不同程度的 去经历体验到真理 让我们得以自由的恩典 所以信耶稣 不能越信越迷 小孩子的信心 不是幼稚的信心 无依无靠 单纯的信靠是好的 但小孩子不是 你们要变成小孩子 不是让你们变成像小孩子 那幼稚 无知 不成熟 心智上幼稚 保罗说你们要在 不要做小孩子 要做成年人 在心智上要长大成人 希伯来书作者是要能吃干粮的成年人 心智上成熟的人 不管他年龄怎么样 能够吃干粮 能够心窍心练的通达 以弗所书里面说 教使牧师的责任 就是要教导信徒在真道上 同归与长大成人 不被一教之风 诱惑飘来飘去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追随耶稣基督 和他的教导 这样我们就越多的去认识真理 顺从真理 经历在真理里面的自由 我说的都是原则性的 要具体讲的话 就有很多太多事例 时间也不够了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问答和分享 可能还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脱离无止 然后再也就是爱 我先单独的讲 最后做综合整理 爱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这个爱呢 神就是爱 神是爱的本体 神也是爱的源头 他自己亲自示范了什么是爱 父爱我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只因为爱我们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圣灵爱我们 圣灵感动我们 教导我们 体恤我们 为我们叹息 为我们等等 教导我们 祷告 扶持我们 三一上帝爱我们 三一上帝是爱的本体 爱的源头 神将他的爱 借着灵 借着圣灵 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 所以从人的层面 我们理所当然 经历神的救赎恩典的人 我们 从过前面 认识真理 获得自由的人 当然会爱神 认识真理 经历自由的人 一定会爱神 这个是无法抗力的 被神的这种恩典 释放恩典所感发 这个人愿意为神 献神 一定是爱神的人 因为神就是真理 第二 他也会爱人 为什么呢 因为真理爱人 爱你们 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约翰 一二三书里面说的 是吧 听见你们 爱真理 是吧 我就心里得到安慰 我爱你们 也是因着真理的缘故 血缘关系没有 约翰和约翰书信 寿书人之间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对不对 但是约翰爱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爱神 爱真理 因着真理 知道神的命令 是让他去爱神 所拣选的人 教会 所以他去爱他们 教导他们 劝勉他们 所以爱神 爱人 有真理 有自由的人 一定是爱神 爱人的人 那我们就 以总结来 结束今天的 这个主题的特讲 第一 没有自由的真理 是捆绑 真理让我们得自由 你有真理 但是你不自由 没有自由的真理 一定是捆绑 有些基督徒 信来信去 不能干这个 不能干那个 我说的意思不是让说 不能犯罪 我们不能犯罪 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犯罪 当然我们 严格来说 我们没有犯罪的自由 是吧 上帝没有给我们犯罪的自由 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 肆意的去泄途他 得罪他的这样的自由 虽然他给我们原初 那个自由 包含了潜在的可能对他的背叛 但是那个背叛的自由 是对真正自由的误用 上帝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给我们 用那个自由去犯罪的 积极的计划 心意这个旨意 所以你不要拿着自由去犯 犯罪 我说的这个基督徒信了不自由 是因为什么 哎呀 这个也不能做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当然我们要分析烟 如何如何 造不造就人 得不得益处 对别人有没有意义 容不容神 然后不能吃血 等等 这个最近我讲罗马书 我到中国南方某个教会讲的时候 包括在网上的时候 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争论 很多基督徒被自己信耶稣的 过去一些不健康的 对真理片面的了解 甚至是误解 以为那是基督教的真理 结果受捆绑 在那件事情上 罗马书十四章 有人只吃蔬菜 有人却可以放心大胆的去 在市场上买了 所有的肉都可以吃 BBQ 什么什么这个 你可以炒着吃 炸着吃 烤着吃都可以 很良心 很自由的感谢着吃 但是那些只吃蔬菜的人 他们就被自己化的那个化地为牢 被自己的无知所局限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越过那个界限 去享受本来在基督里 已经不是问题的自由 没有办法享受自由 所以如果你认为有真理 但是你没有自由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是不是掉到那种教条主义 律法主义里面 学习基督教要义的人 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不要学来学去 这个脖子就硬了 然后这个好像这个90度以下的小脚 小于90度的那个脖子角度都弯不下来了 一般都是这个180度 甚至这个190度 那脖子只是仰着望天 不要那样 一旦发现这样的基督徒 他们是不懂真理的 真正懂真理的人 一定是有自由的人 这个自由包括不被自己的狂妄 蒙蔽自己的双眼也有关系 相连的 所以有自由的真理 没有自由的真理一定是捆绑 所以基督教给我们带来的真理 是释放我们得以自由 不要高兴 没有真理的自由是放脏 有的说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了 既然抽烟也无所谓 反正这个喝酒也无所谓 这个上天堂吃血也无所谓 然后就结果在朋友圈 为了表明自己的自由 塞自己家的酒棍 我见过这样的牧师 所谓的改革宗的 你自由不错 那是你的权利 基督给你权利 但是你没有真理的自由 那个真理的一部分是说到 基督徒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部分 为着那些软弱的弟兄 我不做 那才是真正的真理 我有权利 割力不割力无所谓 是吧 保罗给提多和提摩泰 一个是受割力 一个是禁止他受割力 为什么 这是真理的自由 本来割力不割力无所谓 但是为了像律法的人 律法之下传福音 免得他们以为 我们不遵守律法 藐视律法 受割力无所谓 但是对于那些窥视 我们要让我们 重新回到律法的恶下 去夺取真福音的人 我们坚决拒绝受割力 因为你一旦受割力 就等于放告白上 行动上宣告福音是虚假的 要重新回到律法之下的意思 废除了基督的十字架 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广讲自由 不讲真理 你就是放荡 不要把你自己的自由 随便去用 去不估计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软弱 然后就变成你的放荡 还有很多 其他的 大家可以脑补 第三 没有爱心的真理是残暴 光讲真理 没有爱心 这样的基督徒很多 某牧师以前也是这样的人 绝对蠢 真理绝对不妥协 建一个打死一个 任何人冒犯真理是不行的 那个是 二十一二岁刚开始做传道 认识了一些真理 但是随着幕会的增长 阅历的增长 知道人性的软弱 圣经里面还有一些连续 提续等等 不仅是先知 还有祭司 所以光有真理 不讲爱心的话 没有爱心的话 一定是屠夫 屠户 这样的传道人 这样的弟兄姐妹 所到之处 尸体一片 高举真理 没有让人得自由 没有人得资 让人救活人 反而是到处是尸体 所以上帝 兴起摩西的时候 早就给他使命 但是直到八十岁 让他在旷野里四十年 牧养那些羊 旷野里的生活的磨练 羊的磨练 狼的磨练 然后自己的这个报复 当然这个报复括号 原本是神的使命是好的 但是这个人不行 人需要磨去他的血气和的骄傲 让他对自己失去信心 上帝招他说 我不能说 真的不能说吗 你看他在旷野里面 去跟以色列百姓教导的时候 讲解律法的时候 生命纪 我们所谓的生命 重生律法吗 生命纪开始和末尾之两篇讲到 你看看摩西会不会讲话 他是所有的自信没了 不是说他没有知识 没有口才了 真的是白痴 上帝就用白痴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他那个自信 那个抱负 经历长期的打击和磨练 他已经完全对自己曾经的那个抱负 失去信心了 特别是对自己啊 所以我不能言 OK 我要的就是不要让你凭自己的口才去讲 所以当时40岁的摩西出来就三拳两脚 就把那个埃及人搞死了 打死了 对不对 那以色列人应该欢呼 我们需要就是这样的灵修 有意思的是百姓不认他 血气方刚 所以很多的那些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传导人 包括我自己一样 就是到处讲真理 讲来讲去教会分裂了 讲来讲去 人都软弱了 讲来讲去 人都变成既不是神 又不是人的这样的存在 飘在云上 也不是孙悟空 上上不去 因为不是神 下下不来 又不是人 好像拥有很高的真理 既不是人 又不是神 讲真理 讲到一定程度 没人性 那个就不是真正的真理 至少是领受真理的人 没有领受全备的真理 或者是真理的作用 没有作用在那个 承受真理的心灵里面 以至于他只讲真理 但是却没有怜悯 很残暴 血淋淋的 一讲真理 死一片 教会越讲 越死 我知道南方有个某某什么 牛叉的 所谓的改革宗的 我知道他很多 比你们这些在网上知道的更多 因为他毕业的学校 就是我们教会开的学校 而且我旁边的一些重要的朋友 也都是在他附近 福建那边的 母会的 他所牧养的十几个人 他为人处事 何等的人格上有问题等等 没有什么 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那这种人到处在网上是明星一样的 在中国 然后很多粉丝转发他的东西 比转某某某的药益转的更多 那么人不知道他吗 很有名 但是很残暴 说话好像很温柔 但是你看他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很残暴的 没有爱心的真理是残暴的 那反过来 没有真理的爱心就是糊涂 之前我讲过的那个道士和尚 士的基督徒就是这样 不讲真理 只讲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糊里糊涂的 分不清是非 我们要讲究事实 连事实都不分辨 哎呀 你怎么发脾气 当你看见人那么亵渎神的时候 你不发怒 不发脾气 你还表 好以为很温柔很谦卑 因为和尚最重要的是修自己嘛 对不对 道士也追求自己的成仙嘛 天人合一嘛 基督徒 基督却追求真理和事实 虽然他有怜悯 所以他揉桌子嘛 有的时候看见人亵渎神 玷污神的殿的时候 揉桌子 用绳子碾成的鞭子 把牛赶出去 斥责那些 把神的殿当作贼窝 拦住外邦人来礼拜神的那些人 贪财的人 斥责他们 那中国的虔诚的弟兄姐妹 看见耶稣的表现的话 而不是只是看见那个耶稣生平的那个好莱坞拍的那个福音那个光碟 看那个笑嘻嘻的帅帅的耶稣的话 看见圣经里面耶稣会吓一跳 你所认识的耶稣从来没有想象到耶稣竟然发怒 骂西律是狐狸 骂人是毒蛇 你可能还控告耶稣怎么说脏话呢 这么脾气大呢 不属灵呢 当然你不会控告耶稣 对不对 但是问题你所认识的耶稣只是笑嘻嘻的那位耶稣 根本看不到耶稣发怒的 为什么发怒 发怒和为什么发怒 很多基督徒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啊 糊里糊涂的 就像和尚道士的 好像有爱 但是不是基督教的爱 因为里面没有真理 不讲事实 不讲对错 我们爱 因为我们有真理 按照真理去爱 不等于我盲目的爱 是吧 因为神吩咐我去爱仇敌 不是因为不知道仇敌捅我刀子 我们去爱任何党派 或者是政府世俗的人 虽然他们逼迫我们 苦待我们 但是为什么去饶恕他们 爱他们 因为真理的缘故 不是因为感情的缘故 如果因为感情 他们恶待我们 我们应该恨他 这是正常人的反应 但是我们不能恨他们 不能毁谤他们 咒诅他们 因为真理告诉我们 这就是真理的爱 对不对 基督给我们做了模范 为那些定他的人祷告 为什么基督徒今天说信耶稣 却追随什么北美的一些什么政治流派的基督徒的主张 所谓的应用在中国这种处境当中 甚至一些某些在整个地球上有一些人 我先不反对支持与赞讽 但是我说有一些团体是反共的团体 我不是说支持什么反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有一些组织是专门反共为使命的 他可能会与基督教如何 据我观察已经在这样的北美圈子里有一批人是这样的 代表着所谓的有名的一些基督教人士 实际他们骨子里面是反共的精神 真正受圣经的支配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金正恩金正日 什么他对朝鲜人民的伤害什么 他对基督教的逼迫是什么 他是何等残酷 从社会政治政治理念上我们不赞同 但是作为基督徒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恨他们 搞死他们 是不是圣经的教导 不是 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 你是被政治思想 一些社会运动 一些带风向的人 当然他们在促进社会运动的时候 他们某些主张我是赞同的 但是如果是说基督徒这样做 我不能赞同 为什么 那不是福音的教导 不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基督徒和一般民运分子之间的思想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国内比较出名的我们老乡 这个罗永浩 他讲了很多话 我也留意听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的思想不可能受圣经影响 对不对 虽然他有数读等等 甚至引用路加福音怎么讲了一些什么爱烂七八糟等等 但是他的讲论顶多是我们说的自由社会 一般现在这个地球上比较流行的进步的自由思想的观念 但是有些基督徒搞不清楚把他的观念就等于圣经 no 根本不是因为他谈论的很多东西跟圣经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差距 我不是攻击他 我是告诉你在刷视频的时候 什么东西学 学习一般社会思想 某些东西可以有参考价值 我也从他那里学了不少参考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保持警醒 有些东西不是基督教观念 他讲的东西还是距离那个真理 还是差一大截 所以不要被某些名人的思想随便主导 包括我一样 一定要以圣经的教导 圣经里面的主导 更全面的去规范我们 所以你讲的稀里糊涂的爱 却没有真理 这个是要不得的 基督教的爱是有公义的 有圣洁的 有真理的爱 不是糊涂的爱 你光讲爱不讲真理 那个爱就不是基督教的爱 然后第五 没有爱心的自由是残忍 我刚才讲了 那个肆意的去喝酒 炫耀自己的酒瓶子的 酒棍的那些名目们 你的自由是好 就像慈云里 在苏立市 他们搞香肠聚会的时候 在大斋节 天主教的大斋节是紧实吃素的 他们就酷意烤香肠 做香肠聚会 为什么 就是为了用反讽 这种激进的方式 去宣布自己的真理的自由 但是今天回头来看 有些不合适 有些不合适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不是在天主教的圈子里面 那些做法是在天主教的圈子里 你宣教宣扬 我们在福音里面得自由 吃我们不守那些人的传统 或者是不守那些遗文等等 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你的传统 你是家境教会也好 三字也好 你因为认识了一部分真理 为了像其他弟兄姊妹 不是天主教徒 去宣扬你的自由 你去故意去吃肉 或者喝酒抽烟 甚至做一些别的事 宣扬你在基督里面自由的时候 你是在残忍的去践踏别人的良心 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说到 就不是照着爱人的道理去行 刚强的人 坚固的人 要考虑软弱的人 你是自由 神给你自由 但是你自由之外 自由只是一半真理 还有一半分真理 就爱人的道理 你的自由固然对于你和真理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因为你的自由 别人软弱的时候你要考虑别人 这个就是更高的 更伟大的 有爱心的自由 基督徒一定要追求这种有爱心的自由 不要你到处炫耀 你以为你知道了点真理 获得了点自由 你走所到之处 你那脚汤到哪里 走到哪里 就把人家的厨房里的锅碗瓢盆 都踢的满地都是 你走在田野的路上 你把人家的玉米韭菜 什么芹菜 茄子都踢的 好像这个 这个暴风经过一样 一片狼藉 所到之处 到处都是尸体 人的眼珠子也蹦得满地 这个胳膊也被你踩的这个骨折 然后踩的肚子的这个肠子也蹦裂等等 不要这样 在爱里面运用自由 没有爱心的自由是残忍 第六 没有自由的爱心是伪善 好像很有爱心 但是没有自由 就是伪善 在基督里 你经历福音 因信福音 因信真理 获得自由 你获得自由之后 带着自由的良心 顺从真理 按着真理的命令去爱上帝 让我们去爱的人 反过来 你自己都没有自由 你表现出一副好像蛮有爱心的 那是伪善 那不是真正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我盼望大家记住这六点 前面我为什么讲真理 基督徒要追求事实 无论是对社会的认识 你要追求事实 哎呀 什么日本排这个 这个河蟹漏 废水了 这个闹得轰轰的 又这么低 又那么低的 中国的核电站 韩国的核电站 你们怎么不闹的 平时这是物质 没有真理 你就没有自由 下的海鲜都不能吃 当然吃不吃是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我说你没有真理 你对事实了解的还不够 当然这是 你了解事实的方法 和获取信息的 这个资源 这都有限 但是你基督徒 一定要训练自己 要追求了解事实 至少更大限度的 追求事实 然后第二 自由 当你认识事实的时候 当你认识真理的时候 真理会让你自由 第三 这个自由一定要注意 自由也要带上配角 这个交环 这个交环不是不自由 而是爱 当你在爱理和真理 去运用自由的时候 这就是成熟的生命 所以基督徒追求的是 在真理 自由 爱里面成熟 学习基督教要义 要追求真理 但是光追求真理不够 还要获得真理的自由 你自己在学习要义过程当中 你一直认识真理 你自己要体会到 那个一卷里面和二卷 特别二卷 三卷当然也说 那个福音 你发现它在诠释福音 你在深入的理解 不是以前 肤浅的只是了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 信耶稣上天 那不信耶稣下地狱 我阿门 感谢主 我已经成为天国子女了 这样肤浅的 瘸腿的福音 福音是很深邃的 加尔文牧师竟然用四大卷 四卷去阐述这个福音 从福音的新旧约 从三一上帝新旧约 到基督的位格和事工 中宝的职份律法等等 包括到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的实行信心 与基督人和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里自由称义祷告 什么预定 包括牧师论 包括第四卷的 就是教会里面的职份 圣礼教会国家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阐述 像罗马书的结构 福音是什么 合乎福音的生活是什么 用这么厚的书阐述福音 然后我们这些 学了一点什么 门徒培训福音的传道法 就自以为是的 以为认识了福音的全部 基督教的那种博大精神 都被我们肤浅化了 一辈子要诠释福音 深入的阐释 和应用福音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在真理 自由爱心里面 寻求那种成熟全辈的成长 这是我对所有学习基督教要义的 弟兄姐妹 同工们的期待和劝勉 让我们一同 借着这本书 当作一种好的 相对比较完全的教科书 来学习福音的真理 深入的学习 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发现事实 发现真理 你从中体会到 让你得到自由和释放的 那个自由 那个恩典 然后产生对上帝的感恩 对基督的爱 对真理的爱 同时回过头来 对旁边那些伤害我们 凭着我们自己难以饶恕的 那些人 却靠着上帝的真理 自由和爱去爱他们 中国这种跳楼人数 失业人数 聚增的这种抑郁症 人数聚增的这种社会里面 正是需要这样的光和盐的基督徒 来做见证 而不是一提到基督徒 无知 昏庸 不说人话 不懂人事 不入流 然后残暴 然后相咬相吞 苛刻等等 这些印象不应该有 应该有心相知己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要学改革宗 跟加尔文学 我自己是改革宗长老会的 苏格兰长老会 那个历史 他们是比较严苛的 但是那个严苛 当然有他们的历史处境 包括后期的清教徒 但是我觉得更成熟的 还是在日内瓦 加尔文 他经过打磨 虽然他的历程 也有这样成长过程 但是他的比较成熟和均衡 而且均衡 这个均衡呢 其实均衡不是很好 比较全被整圈 然后不会激进 后期的和其他地方 都有些激进的东西 但是加尔文不会啊 很节制 在全世真理解经上 包括处理的问题上 都很节制 甚至有的时候 虽然他也斥责天主教 但是他仍然也很节制 所以今天中国教会 这种学习改革宗学的癫狂了 造成哪都是分裂 哪都是相咬相吞 哪都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 就是因为不懂加尔文的神学 自以为学了改革宗 学了什么五大信条 五大要义啊 什么这个海德堡啊等等 学来学去癫狂了 就纳闷 学习改革宗的怎么 理论上是越学越谦卑 荣耀神的神学 为什么实际上越学越癫狂 脖子越硬 这个脖子的角度越来越大呢 然后目中无人呢 服侍就教会分裂 到哪一讲教会就分裂呢 一定有问题啊 用传统的教会的观点 灵问题 灵有问题 这个灵不是邪灵 也不是圣灵 而是你的心灵有问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盼望 透过我们这些 从加尔文所介绍的 这个基督教的要义里面 去发现基督教整全的真理 并且透过他的自理行间里面 流露出的那个生命和灵性 让我们进入真理的历程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魔造 雕骁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啊 所以盼望大家都成为 在中国那个处境 当然有海外的 在你所生活的处境当中 真正为基督做见证 懂真理 有自由 有爱心的基督徒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感谢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接触基督教要义 这样你借着你所使用的器皿 加尔文牧师所阐述的那个福音全备的真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认识真理 经历真理的自由 并且真正享受神的爱 也因着神去爱神爱众人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所到之处都能够散发出真理的自由和爱 心香之气荣耀你自己的生命 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当中 真的需要福音的真光照耀 健康的教会 健康的基督徒来为你做见证 使教会成为这个世代 这个社会的希望 愿主恩待我们成为这样的基督徒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